男人尝口汤却喝了一嘴毛 正要批评女友做饭不干净 却惊讶地发现掉的是自己的眉毛 他轻轻地拉了一下 眉毛就整片脱落 晚上洗澡时 他又发现头发大把的脱落 男人开始感到紧张 急忙去医院做全身CT 却检查出身体并没有问题 医生认为男人只是简单的脱发 随即给他开了瓶维生素C 可诡异的是 男人吃了维生素C后 居然中毒导致全身瘫痪 他开始恐慌 认为是老婆想除掉他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早在一年前 男人加强凭借自己高富帅的人设 以及油腻的土味情话 征服了空姐可可 从此可可长出了恋爱脑 尽管男友比他大八岁 但非常宠爱他 懂得如何让他开心 在他们一周年纪念日那天 男友送给可可一套房子 这让女人感动不已 他觉得自己遇到了理想的伴侣 因为对方有着白马王子般的浪漫 一起去餐厅吃饭时 男友对食物有些挑剔 他的口味高雅 爱吃真凶美味 在可可眼里 男友简直无所不能 饭后 他们准备开车出去约会 不远处却发生了一起车祸 很多人围观指点 男友却显得心不在焉 之后 他们去庙里烧香 一转身 男友禁二话不说 把他独自抛下了 可可虽然有些失落 但对男友的突然离开 早已习以为常 因为家乔总是神秘莫测 经常不告而别 几天后又会突然出现 给他带来惊喜 不是价值昂贵的礼物 就是名牌化妆品 作为空姐 可可见多识广 知道有钱男人总有些秘密 他也喜欢这种神秘感 但这次情况不同 家乔已经失恋一个月 短信不回复 电话关机 可可心里难免感到失望 闺蜜看出他心情低落 邀请他一起喝酒 闺蜜的朋友是警察 或许可以帮忙查找家乔的消息 可可委婉地拒绝了 也许他不愿打破内心的美好幻想 第二天可可可醒来后 终于见到了失踪数月的男友家乔 他看起来有些疲惫 胡须也很长时间没打理了 不再那么潇洒 男人说他有点饿 可可主动提出为他煮碗泡面 然而 他不小心将糖荡成盐 男友尝了一口后立马吐了出来 这怎么叫人吃的饭 愤怒地把碗摔地上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留下可可委屈的流泪整理餐局 就算不好吃也不至于发那么大火吧 此时 敲门声响起 可可以为是男友回来了 急忙冲到门口 来者却是一位陌生女人 对方自称是邻居 就住在他隔壁 刚刚听到他这里有声响 所以过来看看 看着可可满脸泪痕 邻居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 主动帮可可收拾东西 这时 他注意到电视柜上的一张合照 问照片上的男人是否是可可的男友 而此时的可可还在生男友的气 愤怒地抢过照片放在桌上 女人心领神会 没有再提起照片的事 用纸巾擦去可可的泪水 邻居的关心安抚了可可受伤的心灵 两人一起到厨房聊天 邻居谈起了自己的丈夫 对方也是个有些孩子气的人 经常在家发脾气 他告诉可可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首先要抓住他的胃 可可顿武 提出要向邻居学习烹饪 让他叫自己做饭 随即他们一起去超市购买厨具 相处后才知道邻居是电视台的美食主播 看来自己找对了人 晚上 男友开车来接可可下班 可可还在生他的气 刻意装作没看见他 男友将辛华词典背了一遍 终于哄好了女友 回到家中 可可充满了信心 想要展示自己心学的厨艺 在邻居的指导下 可可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食材 虽然过程有些手忙脚乱 但这一锅滋补羊肉包 被男友吃得干干净净 厨艺得到认可后 可可的信心倍增 邻居还贴心地送给他一条裙子 教他如何打扮自己来取悦男人 此外 他还送给可可一本菜谱 让他按照上面的步骤做菜 然而 晚上男友再次失联 让可可感到失落 他情急之下给邻居打去电话 寻求对方帮助 男人吗 妈 如果他爱你 总会明白你的心 女人的男友总是玩消失 然而恋爱脑的 他不愿放弃这段感情 邻居知道劝不动 只能用心灵鸡汤安抚可可 得到安慰后的可可情绪好了不少 等迟迟不回家的男友 直接等到睡着 也不知过了多久 当他醒来时 就看到男友正在痛快地 享用他用心准备的美食 可可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但不知为何 晚上他们进行运动时 男友却表现出异常 仅仅进行了三秒就含累了 可可只是以为男友 最近工作太累了 并没有太在意 第二天 他请邻居准备了一桌滋补的饭菜 打算好好补补男友的身体 男友边吃边夸他的手艺好 这让他觉得自己最近的努力 确实有成效 之后 他们去运动场打球 但没过多久 男人突然跪倒在地上 感觉头晕目眩 可可急忙扶他到一旁休息 问男友要不要去看看医生 可突然有人给男友打电话 男友给对方的备注是春艳 只见男友神情凝重 立刻起身匆匆离开 这不免让可可心中充满了疑虑 第二天 邻居又帮可可准备了一桌美食 可可想邀请他一起用餐 但趁着可可下楼取东西的时候 邻居已经无声无息地离开了 事后 他在电话里向可可道歉 称自己突然有急事要处理 然而在饭后 男友突然感觉身体不适 胸闷且喘不上气 他们赶紧去医院检查 但结果显示身体一切正常 回到家后 可可特意按照菜苦炖了一大锅补品 可是男人喝着喝着 发现汤里有脱落的眉毛 而且发现自己的头发也大量脱落 他们再次去医院 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 医生表示脱发是由毛囊坏死引起的 建议多涉入补品和维生素C 然而 男人仍然感觉身体不适 于是他尝试了中医的拔罐和针灸 但仍然没有效果 最关键的是 晚上运动时 男人发现自己无法进行 他一肚子的怨气也全部都撒在了可可的身上 可可心情郁闷 他找到邻居倾诉 希望得到安慰 邻居安慰他说 仍然生气的可可不想回家 提议在邻居家住两天 但意外的是 邻居脸色大变 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 这让可可心生疑虑 回家的路上 可可经过一家书店 偶然看到邻居出版的菜谱 可可打开一看 却震惊了 上面作者的照片确实是电视台美食主播 可和邻居并非同一人 可可意识到邻居是用假身份接近自己 他再次敲响了隔壁的房门 却得不到任何回忆 保安告诉他 隔壁根本没有人入住过 与此同时 邻居正在为他的丈夫做饭 他的丈夫正是家乔 原来邻居的真名是春燕 在他得知丈夫出轨后 春燕故意接近情人可可 当天 他煮了一大盘虾 并贴心地为丈夫包好 结果丈夫吃完饭后突然晕倒了 莫非饭菜里有毒 可医生却表示 是因为家乔服用了大量维生素C 与胃中的虾发生化学反应 导致慢性中毒 在春燕的要求下 医生同意他们回家休养 然而 在妻子的悉心照料下 家乔的身体却日益恶化 连续几天 可可都无法联系上男友 心里开始担心 他联想到神秘的邻居 直觉告诉他这个人 一定与家乔的失踪有关 于是 他找了个归还菜谱的借口 约邻居出来见面 然而 在约定的时间 邻居却突然说有事不能来 实际上 可可早就埋伏在附近 一路跟踪邻居回到家中 可让他意外的是 邻居是特意引导他过来的 就等着他自己发现真相 原来 男友欺骗了他 早已有了家事 却在背后勾三搭四 春燕也将家乔身体 每况愈下的秘密 全部揭示给他 你做了羊排 我做了西瓜莲子羹 这会伤他的元气 你做了脑花 芹菜 鱼芹和青瓜 我做了花生乌鸡炖生汤 这些东西放在一起 会伤他的肾 一个男人 谁让他吃两家饭 渣男游离于两个女人之间 一个成熟性感 一个清纯美丽 他把两个类型完全不同的女人 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享受着他们不同的身体 也享受着他们烹制的各种美味 结果翻车了 春燕告诉可可 自己给他的菜谱 和自己在家做的菜 是相生相克的 如果同时吃两家的饭菜 食材会相互作用 导致男人患上慢性中毒 在家乔和可可狗 且一周年那天 自己外出买菜时 正好发现他们甜蜜无间 恍惚中遭遇了车祸 导致流产病 彻底失去了生育能力 可可瞬间明白家乔 看到车祸后 为何神情大变了 春燕在背叛 和失去生育能力的双重打击下 决定报复这个渣男 如今得知真相后的可可 对春燕心生同情 但恋爱恼的他 对男友还是于心不忍 春燕打开了丈夫的保险柜 里面有一个袋子 装着全都是各种女人的照片 可可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看来男人是时间管理大师 可可彻底死心了 当晚两个女人 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这也是渣男的最后一顿晚餐 男人似乎认清了现实 开始破罐子破摔 挑剔起饭菜来 火火不够 是你包的吧 这皮皮虾 跟你十年前做的一模一样 柠檬放的太多了 有点酸 你爱我吗 你也爱我 是吗 但是你们爱我什么呢 爱是你们 只是爱着你们自己 现在满意了 舒服了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 当晚 家乔在浴室里吞了三瓶维生素C 然后溺死在浴缸中 当渣男真的死了 春艳却崩溃了 而可可则感到难以置信 最令她憎恨的人已经离世 春艳的心也随之消亡 开始变得浑浑噩噩 她为家乔吃饭 给家乔化妆 还给她换上了西装 然后推着她来到天台 很快 春艳被警方逮捕 而可可选择离开这座城市 意外发现自己怀了家乔的孩子 最终 她成为了一名单亲妈妈 独自养育孩子